红心回应出轨事件,带9岁儿子侠嫁的他,如今过得还好吗? 红心又因家事上了热搜。这一次,是一次家报。三日夜晚,本是举国同庆的欢喜日子。 红心却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话,打女人的男人要不的。 网友纷纷喊话,难道张丹峰家报?短短9个字,在热搜上挂了一整天。 最后,红心亲自出来解释,才让这话题淡去。 他回复说,是因为看了一条新闻,才突发奇感,并非家暴。 也不过是一句没有实锤的话。为何另一众网友如此激动?还闹到了热搜第一。 因为,这已不是红心第一。 因为,这已不是红心第一次如此了。前些日子,红心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合照。 刚发完,瞬间被眼尖的网友找出漏洞。 。 照片上,红心、张丹峰、张丹峰经纪人碧莹三人战一块。 拍照时,张丹峰和碧莹紧紧依靠在一起,俨然一对情侣。 。 手表同款,鞋子同款,连站姿都一模一样。 而红心呢,站在中间,像个局外人。 这张照片已被发出,瞬间惊爆网络。 。 网友们纷纷跑到红心微博底下留言,红心,不要成为第二个宝强啊。 。 事件闹到最后,愈演愈烈。 一度威胁到张丹峰好男人的形象。 。 还是红心张丹峰亲自出面解释,才稍微平息了些。 红心说。 。 我想没有一个小三会笨到这样子。 或者是猖狂到肆无忌惮的。 。 在她老婆,面前,拿住这个表来拍照。 。 网民依旧不饶,红心啊,你可尝点心啊。 对于出轨,被出轨,圈内那么多类似的事件。 。 为何唯独红心令网友操碎了心呢? 这和她的经历有关。 红心是香港出了名的美女。 。 和李嘉欣、蔡少芬、朱音同时期,一度霸占香港影视圈。 。 1993年,一部港姐云集的袁振侠,让红心名声大噪。 。 值得一提的是,李嘉欣也在这部剧里。 红心与香港最美港姐同台,竟毫不逊色。 。 反而增添了一股独特的美。 。 特别是那双眼,清唇中透注娇妹感。 。 这部,连搭档也看呆了。 。 当年,刘兰雄签下红心,李嘉欣大为不满。 。 将红心视为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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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嘲讽道。 。 我真是恭喜你啊,签了个红心这么蠢的女人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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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快点捧红她啊 能让大美女李嘉欣如此,怕是只有红心了 一年后,她在永春里扮演豆腐西施,再次惊艳众人 她将妖娆、料翘、妩媚融于一体,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大红后,她再接再厉,再如来神掌再战江湖李衍风轻轻 再见侠恩仇李衍月映沙丘 还出演过刁蛮公主李的静修师派 很有名气,如若按照正常女星路线发展,她可以一帆风顺 要么像李嘉欣、林青霞一样嫁入豪门。要么像朱音、蔡少芬一样找个合适的人相伴到老 可她,终是被命运抛弃的那个。 1997年,她照常去拍戏。拍《亡命天涯》,邂逅了莫少葱。 就是那个令万千少女痴迷的香港打星。 两人在戏里相识相恋相知,戏外,她们一样相识相恋相知。 可是,莫少葱自始至终不曾承认这段恋情。即便有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 她就是不认。二十多岁的红心,从戏里追到戏外,又不间断地跑去探班。 只要有时间,她必定第一个跑去找莫少葱。 港媒见此情景,称呼红心为根的夫人。笑莫少葱走到呢,红心就跟到呢。 红心不在乎。她似乎跟定了莫少葱,就是要追着她跑。 莫少葱被港媒逼急了。说有一位。日本女友。一直在支持自己。 。 丝毫不提红心二字。原本一段扑朔迷离的感情,这下更扑朔迷离了。 不料,红心在这时怀孕了。至于父亲是谁,明眼人都知道。 可莫少葱依旧不松口。亲生父亲不认,红心事业正当红,还是如花年纪。 。 最好的办法,也是最保险的法子,就是打掉孩子。 。 这样做,她既可以保住名声,也可以拥有更广阔的后半生。 红心不。 。 家人、朋友、公司领导三方劝说,她就是不。她要生下孩子。 。 她说,我妈妈一个人打工。她都可以养活我们四个人,为什么我一个人就养不了? 。 是啊,为什么就养不了呢?女子本弱,为母子刚。 既然莫少葱死不承认,她便放下爆红的事业。 独自去加拿大被孕生死。 。 归来后,演艺事业自然受挫。 为了养家糊口,她从香港来到了内地发展。 。 关于孩子的事,红心绝口不提。 不提孩子生父。 。 。 不提为了孩子,落得如此下场,到底后不后悔。 。 但是谁都知道这孩子生父是莫少葱,即便她不愿说。 。 。 后来莫少葱娶妻生死,红心依然不提一句。 她只是很静默地去拍戏。 。 。 重头再来,从来不是容易事,更何况是竞争如此激烈的娱乐圈。 。 那些年,她从女主角,变成了女二、女三、女恩号。 。 。 甚至是指路几面低丫鬟。 她全然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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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她遇到了想办一生的人,张丹丰。 。 。 她接了我愿意的女主角,而张丹丰是男主。 。 。 相遇那天,导演让洪心下楼看人 洪心因没化妆,只匆匆说了一声你好,便跑上了楼 张丹丰也没来得及仔细观察 后来正式排戏,二人才有了接触 张丹丰很喜欢这个大眼睛长头发的女生 戏未排完,她便对洪心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那时,张丹丰24岁,刚毕业,无名无前无资源 洪心34岁,已经怀孕生死 巅峰过也跌入谷底过,人生仿佛过了一大半 她比他整整大十岁 将近一位轮回了 受过情伤的洪心自然有些犹豫 她是一名单亲母亲,不再是当初为爱痴狂的小女孩了 如今,她要考虑的,不只是自己,还有孩子 她跑去问姐妹,蔡少芬劝戒,不行,坏坏的,不要理她 陈法荣,陈慧山都这么认为 觉得张丹丰看起来太花心,不能答应 张丹丰似乎意识到他们的顾虑 她少说多做,用行动感动了洪心 在追洪心过程中,她特别细心 走路扶住洪心 令洪心感觉自己像老太婆一样被照顾 送礼送脑白金 只讲实用,不求浪漫 将她四岁的儿子,像亲儿子一样去对待 带孩子画画,给孩子讲故事 即便不在一起,也会打电话给孩子讲故事 只要在香港,每天六点半开车送孩子上学 风吹不跑,雷打不动 因为她细心的照料,孩子把张丹丰看作亲生父亲一样 红心说,有一次她和孩子在机场 她还未拿行李,孩子却率先跑了出去 她追出来一看,原来她是迫不及待找张爸爸去了 那一刻的 那一刻的温情,刻在了她心底 很多年后,她上李静的节目 对李静说,她真的是一个一百分的爸爸 因着这份对红心,对孩子无微不至的耐心 她融化了红心冰冷的心 2009年,两人结婚 红心带住将近十岁的儿子 嫁给了小十岁的张丹丰 外面留言四起,红心一如当年,不管不顾,勇往直前 她还将孩子改姓为张,张丹丰的张 足以见得她对张丹丰的喜爱之深 姐弟恋,对于张丹丰来说 可能不过是娶了为貌美如花的心扬而已 而对于红心来讲,这是在赌博 期间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未来那么长 谁能保证中途不会出点纰漏呢? 她在一天天变老,而她在一天天长大 她的名气每况愈下,她的名声日益增长 不对等的条件,给这段情埋下了太多阻碍 就像现在,张丹丰疑似出轨 二十多岁经纪人的新闻爆出 我相信,在未来,随着张丹丰名气越来越大 这样的花边新闻会更多 可红心怎么办?她早已退连江湖,容颜不在了 这是她该思考的问题 也是千万个即将迈入婚姻殿堂的姑娘,应该思索的问题 先前,就有主持人问过红心 好多女粉丝追她到处跑,担心吗? 红心说,不担心,越多越好对不对 这话,像是在逞强 后来她解释,一个人如果她不爱你了,一再漂亮 她都会不爱你的,她都可以离开你的 最重要是你身边那个人,有没有给你信心 张丹丰有没有给红心信心,我们不得而知 我想,肯定是有的 至少,她陪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很多人担忧红心会不会再次受伤 我却觉得,或许这个女人,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脆弱 能说过,我做每一个决定,大的决定之前 我都会想到不好的,最坏的打算,我能不能挺过 后也会想到好的,因为我觉得人不能没有希望的 未婚生死,她想到最坏的就是去打工 不到好伴侣,嫁不了爱的人,她想到的,就是一个人过 好优优独播剧场 好优优独播剧场